夜晚十点钟 嗨时又叫人定 是一天钟大家休养生息 准备睡觉的时候 可对于香港将军澳某小区内的居民来说 夜晚十点却是一天钟最喧闹的时刻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 小区内的空地上 便挤满了高声呼喊的示威者 不时有居民从窗口探出头来呼应 楼上楼下连成一片 每次持续近半小时 有时甚至午夜十二点也来一次 声音之大让不少居民不堪烦扰 其实已经影响了很久了 8月24号还是23号的时候 已经开始喊喊的了 那时候喊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们露台很近的地方 就是旁边旁边露台 有一个男人喊得很大声的 真的好像是我们窗边那样喊 我家里的小朋友已经是哭了 就分不到膠 喊口号的人 都是居住在小区中的示威者 他们热情高涨 仿佛着了魔 该小区的夜主委员会副主席李某 便是他们的核心号召者之一 李某是一名中学教师 亦是泛民主派地区组织 将军澳民生关注组成员 同时兼任将军澳区多个小区的夜委会主席 在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上 充斥着大量反对警察和政府的言论 这些言论不仅在其个人账号上出现 更被印刷成业 以夜委会的名义 公然粘贴在小区的告示栏上 宣扬个人政绩和抹黑警队的宣传海报 填满了小区的各个角落 这引起了大多数居民的反感 他们将这些海报全部撕下 殊不知几天后 一只满单威胁气息的传单 在每一个单位的信箱中出现 传单中称 撕掉海报的行为属于形式毁坏 业主或将被告上法庭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委员会 是政治倾向 我以为业主委员会 是不是将我们的意见反映给 比如港铁、管理署 搞一些业主的活动 我以为做这些 突然之间发了一封这样的东西 而且完全是颠倒是非 所有街坊大家都已经沸腾 差不多 因为你用我们的管理费 整个业委会的运作经费 全部都是业主给的经费 人家用业主给的经费 来做这样的事 然后就说要找一些律师 来告我们 很荒谬 我们要希望各个街坊 要外护家人 避免无端捲入危险的纷争 造成无可挽回的境地 这个真是恐吓我们了 有的业主因失去带有 政治倾向的宣传海报被威胁 有的业主则应在小区群组中 发表支持警方和政府的言论 而遭到起底和辱骂 李小姐至今人记得 在小区的群组中 发表了一句 不如给政府一个机会 而遭到莫名的攻击 并被踢出去 随后 贴文更被转到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的家长群中 更大规模的起底和攻击 瞬间袭来 整个二三百条 那些东西就出来骂我 什么什么人生的攻击 攻击我的小朋友 他们之后 都起底了我很多私人的信息 我的小朋友在哪间学校 叫什么名 那些照片 曝光了我公司 我在哪里上班 我住哪间屋苑 这些我真的很不理解 我觉得好像变了 因为这件事 大家绝交了 成为了仇人 好像变成了一个罪人 就要被审判了 居民们不堪其扰 更换业委会主席的程序 却复杂且麻烦 在业主委员会副主席 李某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经常能看到 他发出的笑意盈盈 服务街坊的照片 因为他的服务 撕了又沾的海报 仍随处可见 每天夜晚的叫喊声 仍不绝于耳 居民们的反抗声 在各种威胁手段下 始终无法发出 不想沉默的大多数 只能被迫沉默 但这样的现象 并不止在一个小区出现 我们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可能每个社区差不多都是这样 但我都知道很多人都是忍 晚上吵 忍 有些人在游行 胡亂叫 忍 就觉得会过去的了 但你忍到什么时候 在自己的家 没有安全可言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找上门 这几天我们很多街坊流社 拍到的照片 是有些就因为意见冲突被人打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大多数居民已在小区中居住了七八年 他们中有新婚夫妇 有三口之家 也有三代同堂 有居民告诉记者 离开看似是唯一的方法 但这是他的家 他不知道未来 他还能逃到哪去